林安心满脸黑线滑了下来 扫什么紫啊 他还饺子呢 他还没有开口说话 陆志昂抢在他的前面 警告地扫过了三个人说 以后再叫 现在还不是你们的嫂子呢 意思是以后可以是 林安心顿时黑线滑了满脸 安南拉长了声调 呕了一声 对着林安心几眉弄眼的小声说 嫂子 老大还没有搞定你呢 我看他昨天发的因素 还以为他跟你表白过了呢 对呀嫂子 老大还没有跟你表白吗 诶 不可能吧 老大都把嫂子带到秘密基地了 说明认定咱们嫂子了 肯定是表白过了 只是嫂子害羞是吧 三双求之欲的眼神 奇刷刷地就望过来 林安心脸皮狠狠地抽动了一下 意思性地看了一眼他旁边的陆志昂 意思是让他来解决 然而 陆志昂并没有要解决的意思 漆黑的毛子专注地看了他一眼 仿佛根本就无视那三个人 问他 你要喝点什么 妮可调的鸡尾酒味道不错 随便吧 被三双眼睛望着 他现在什么都喝不下去 陆志昂南有力十足地帮他决定了 你喜欢樱桃 我让妮可帮你调一杯樱桃味的果酒 哎 她怎么知道他喜欢水果是樱桃呢 林安心默默地把话咽了回去 算了 还是别问了 问了下不了台了才伤不起 陆志昂走到吧台边 去帮他拿了一杯酒 三个人还望着他 林安心深呼吸了几口气 终于是扛不住了 我拒绝了 他求救过的 是陆志昂不帮忙 他不仁 那就不能怪他不义了 总不能就这么被默认成他的女朋友吧 他现在暂时还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特别还是一个比他小三岁的男孩 三岁 人都能够从吃奶变成吃饭了 可见年纪红沟有多大 他想了一下他在打酱油 而陆志昂还在妈妈怀里吃奶的画面 莫名地就打了一个寒颜 好冷啊 不是吧 老大居然被拒绝了 哎呀妈呀 不是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吧 安南 来 给哥哥两巴掌 我清醒清醒 老大居然有被女人拒绝的一天 撒 大快人心呢 大快人心 灵安心的嘴角抽动了 陆志昂这是人缘多不好啊 自己的队友听到他被拒绝了 才会乐不可知的说 大快人心 尼尔仿佛是看出了他的差异 狐狸眼一瞇 笑着解释道 老大是我们几个人之中啊 人气最高 粉丝最多的那一个 平时经纪人带来的粉丝的礼物里面 80%的都是送给他的 剩下的20% 才是我们三个平分 而且最惨的是啊 每次出席活动 现场都只能够听得到 叫他名字的声音 好不容易搭讪一个女粉丝 想要来一场偶像剧恋爱 结果 到了要交换电话号码的时候啊 每一次女粉丝都会红着脸 欲言又止地问我 要她的电话号码 嫂子 你这次懂我们几个的怨念了吧 她被拒绝了 我们想要放鞭炮庆祝的 娃娃脸的安南 是性子最开朗的那一个 胆子也肥 居然还敢凑过来的问 哎 对了 嫂子 你为什么会拒绝老大呀 你们女生不是都喜欢老大那一款的吗 林安心被问得简直了 她嘴角抽动再抽动 深吸了一口气 一字一顿地道 因为 三个人 包括调酒的妮可 都望向了她的这一边 她眨了一下眼睛 古灵精怪地继续道 我喜欢女人 安南一口水就喷出来了 喷得对面的白质一脸 她一边抽出纸来 一边忍着笑道歉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操 幸好狗仔不知道 要是狗仔知道了 这个料绝对能够上年度最搞笑 当红顶级流量男明星 十亿少女的梦惨遭拒绝 原因竟然是 对方喜欢女人 她抱着肚子憋笑憋得辛苦 硬是挤出了一句 嫂子 其实老大脸长得还可以 要不你等她两年 让她去国外做一个手术 虽然现在做手术年纪大了一点 但是切得干净的话 应该还来得及呢 切得干净的话 陆之昂的太阳穴 突突地跳了一下 从妮克那边接过了鸡尾酒 迈开了大肠腿就走过去 咚的一下 把酒杯放在桌子上 胶的眼神往安南身上一扫 赏了她两个字 闭嘴 老大 我这不是在帮你跟嫂子争取一下吗 你放心啊 到时候 我一定帮你找一个手艺好一点的师傅 保证让嫂子满意 白嫩的正太 叫的是见牙不见眼的耶语 陆之昂俊脸黑的就快成锅底灰了 一巴掌派在她的后脑勺上 警告得到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再不闭嘴 我先把你送去做实验 正太双腿一家 做了一个夸张的无嘴的动作 林安心看着他们打闹 心情都放松了不少 像娱乐圈这种名利场 很少有这种真心朋友 陆之昂有这么多朋友 运气真的是不错 就在他们打闹的时间 安娜端着菜出来了 你们在闹什么呢 赶紧的 帮我去端菜去 好的 安娜女王 安南挣脱了陆之昂的魔爪 屁颠屁颠地跑去端菜了 一顿饭吃得是格外轻松 安娜的手艺不错 陆之昂的几个队友 又是性格各不相同 但是都很会活跃气氛 等吃完饭 林安心也不好干坐着 坚持帮忙把盘子送进去 安娜正在收拾厨房 见她进来马上说道 安心姐 你放在旁边我来弄 这里吗 好 林安心听了一天的嫂子 终于听到了一个正常的称呼了 她放下碗碟之后 刚准备走出去 收拾厨房的人突然叫住了她 安心姐 你等一下 嗯 林安心停了下来 安娜看了一下外面 关上门 突然神色认真的问 你喜欢之昂吗 是真的喜欢 还是想要玩一玩而已 她还没等 林安心回答 继续说 如果你是真的喜欢 那我祝福你们 如果你只是玩玩而已 我希望你 放过她 林安心皱了一下眉头 有些不渝 她是女鬼吗 放过这个词 用得也太夸张了吧 上个厕所 陆志昂的女粉丝 希望她放过陆志昂 送过碗碟到厨房 陆志昂的朋友 又希望她放过陆志昂 所以 在他们的心目中 她到底是有多可怕呀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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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